说到百权员们首先想的可能就是一场比赛就能收入成千上百万美金的泰孙当然还 有一场比赛就能近战上一美金的不败拳王梅威瑟给人的感觉 就仿佛只要你成为了拳王那么一场比赛就能收入百万千万一叶报复 开上豪车住上豪宅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那么真实的情况 是这样嘛 中国的拳击手真实的收入 有多少能近日有一位拳击界的业内人士向大家揭秘了中国拳击手的真实收入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今天我讲一个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讲 一个拳击手的收入问题 我们都知道每一个连续两年 在福布斯体育运动员收入排行榜都是位列榜首一年的收入 都是十几亿二十亿 人民币非常的高 那么我们中国拳击手的收入是什么样呢 先讲一下普通的拳手 比如说你是打一些表演赛 如果你没什么 您去打四个回合的表演赛 比如去万达广场 这种大概你的收入是在三千元以下收入 还要分一部分通常是40%或者30%左右给你的经纪人 或者是教练你 只能拿到60%至多73%七二十亿岁 多只能拿到2100块 而且这是在大次回合比赛当中属于高的了 如果你有名气的话你去打表演赛 比如说你是什么中华区冠军了 或者是什么周济 全王拉去打一些十个回合的表演赛 你也就是拿个万八块钱 把最多也就是一万五称 词也就是两万块钱吧 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一万块 而且这也是要和教练或者经纪人分 那你也只能拿到六七成 如果你是打职业比赛通常情况 下面是按照回合数来分的分为四 六八十十二回合回合数越多 你拿到的钱越多正常情况 下如果你不是拿这种中华区全王金腰 二或者周济或者世界全王金腰带的比赛一个回合 会低于一千块钱四回合就是四千 这已经是非常高的出场费了通常情况 一回合都是低于一千块的 只有一些正规的比赛才有一回合一千 一些不知名的主办方可能就是一回合六百八百这样子 而且你还要分给教练百分之四十 比如一名职业玄机手打了一个四回合的比赛 按照最高的一千块一回合算 也就是能拿四千乘以百分之六十 也就是两千四百块 而且两千多块的这种比赛 也不是每个月都有个可能两三个月才能打一次 所以说职业全首的打四回合的这种初始的收入是非常低的 假如说你是中华区冠军通常 打十个回合收入是在一万到一万五之间打完比赛 到手的也就六千到七千块钱 如果说你是周济冠军的话通常也是打十个回合 你的出场费大约在两万块钱左右到手的可以有一万五左右吧 也就是说周济冠军一场比赛也就拿一万多钱吧 一年也打不了几场比赛 世界拳王我们也就不必多说了世界拳王的话 中国也没有几个挑战过世界拳王的 收入比较高的也就是那个杨连慧和宗世民 像熊昭东的话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知道的他拿的也不是很多 所以说整体而言的话 拳击手这个职业在中国是一个付出和收 就成反比的职业通常情况 下拳击手的收入都是非常低的拳击手打比赛 通常都是需要做一些兼职我救 做过非常多的兼职 比如说在那个餐馆端餐子啊送外卖啊 这些我都干过顿了一下 真的没什么钱也很辛苦 然后也很难出成绩 所以说拳击手这个职业在中国暂时来 讲他并不是一个好职业 而且他的成功概率很低 最终很多拳手都选择了去做教练 包括我也是 看不到希望我就想我就是做了周济冠军 我也拿不了多少钱 我还不如早点去做教练 因为你早点做教练 你的经验越多的 怕可能你就挣得越多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我一年差不多可以挣20多万通过 做教练可以挣20多万 我个人觉得还算是比较高的 但是我现在又放弃要做拳击教练的这个职业 然后我可能以后还会去打拳 因为这是一个梦想的问题 总体而言 的话拳击手是挣不到拳的 从这位业内人士的揭秘中 我们不难看出中国职业拳击手的收入的确很低 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 只要成拳王了就能一场比赛收入上百万 只有那些世界典籍的拳王 才能一夜报复 而那些普通的职业拳击手的收入 真的很低 甚至都不够让国自己说难 听着那点钱 如果比赛说点上估计都不够医药费的对此有权力 表示看到中国拳击手那么努力 却只能得到少的可怜的收 就让人感觉心酸 但是如今却依旧还有很多人想要去打拳 或者正走在打拳的路上 我想这也许就是梦想和信仰的力量吧